欢迎收看113年7月31号的港都新闻 我是李凡飞 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凯米台风造成高雄各处淹水严重 三民区本河里淹到超过半个人高 有的店家甚至得全部重新装潢 还有商家的茶叶全部泡汤 损失金额难以估计 虽然民众表现出任性持续整理家园 但是脸上的表情依然透出了无奈 高雄知名购物商城经营导致许多高雄人的回忆 去年知名建商从台塘手中标下5000坪的土地 目前第一期建案已经正式举行动土仪式 近年民营停车场削减人力 不收现金的停车场暴增 时常碰到只能用电子支付的状况 高雄市招通局回应 公有停车场都有规范设置多元性付款 但私人停车场目前无法可管 台风过后居民整顿家园的作业 也是正在逐步进行 新兴区建华里里长表示 从周一开始提供申请灾害补助文件 两天下来已经累积了150件的申请 由于建华里是被夹在幸福川 还有大排中间排水不及导致整条街淹的向河道 里长还有议员黄绍廷表示 希望政府单位加强下水道的亲书作业 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避免台风期间灾情扩大 早上10点半不到10分钟的时间 里民已经一位接着一位到里办公室领取或是缴交灾害补助资料 新兴区建华里里长表示 以新兴区而言这里应该是最严重的地方 一度淹到大腿一半以上 有地下室的住宅都淹满了 不少里民都有财损状况 两天就有150张补助申请单被领走 我总共一两百分 要存四五十分而已 因为冰箱是一些沙发什么都泡水的 还有桌子柜子一大堆的 这估计到省是四五万块吧 多少加点补助 建华里旁边就是幸福川 除了遭遇议题危机 旁边七弦路底下有大牌 无奈两边水宣泄不及 就往夹在中间的街道灌进来 里长心痛表示 自己新买的电脑主机 还有卡拉OK机也都故障了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能怪政府 这是天災嘛 摆不出来就一定灌对 只会灌对储人来 还有在那里无水道 无水道也是缓了 缓了没对后面 差不多一个多钟头才退掉 你退掉的话就是表示 表示就是你的水锅是不是有紫色 紫色的话就是排比较排不出去 高雄市府目前积极动员 全部相关单位人力 各局处和区公所 马不停蹄进行灾后处理 市长陈其迈也交代 补助部分从宽从优办理 不过对于本次状况 市议员黄绍婷也提醒 防范作业需要先做的完整 才能先一步避免台风期间 灾情不断扩大 在今年甚至去年前年台风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在高雄市下水道这些清淤的工作 有没有落实的做到 大家还记得一种我们的下水道里面 还居然可以清出像那个床垫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型的废弃物 都堆积在我们的下水道里面 当好雨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排水的速度就很慢 那所以我这边还是要再度的呼吁 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在台风来之前准备的工作 一定要确实的做好 几天下来居民逐步完成家园整顿 议员和里长也表示 天灾造成损害难免 希望能以这次经验作为前车之鉴 不再有相同状况发生 接着张市民里凡飞高雄报道 台米台风造成高雄各处淹水严重 三明区的本河里淹到了超过半个人高 店家的财产损失是相当惨重 有的甚至得全部重新装潢 还有商家的茶叶也都全部泡汤了 损失金额是难以估计 虽然大家表现出了韧性 持续在整理家园 但是脸上的表情依然透出了无奈 一场大淹水直接让店里损失惨重 高雄三明区本河里在凯米台风的摧残下 淹到了将近一个人高 店家的茶叶全部被台风拿来擅自泡茶 家里刚装修网的装潢也全部泡烂 损失的金额难以估计 我到这边十几年了不知道会这样 第一次碰到才知道说 这个水来得真的很快 一下子我们车子开回来就到了脚踝 然后全部都泡汤了 差不多两千多斤的茶叶都不行 周边的大楼也都堆满了泡烂的杂物和泡水车 垃圾堆得像个小山一样 不只茶叶店一旁的宠物店也被强制重新装潢 现在把装潢开掉 必须现在就是要重新再整理装潢这样 大概算四十年吧 我们算小了 但是对我刚才算还是蛮多的 转过头来 这一家人正在拖走心爱的爱车 因为泡水严重可能也不打算修了 而且连家里的钢琴也都遭殃 好几十万的乐器也只能委托人处理掉 损失相当的惨重 应该是不会的啦 因为刚有车厂的来说 就是维修费如果进圆厂的话 就是要把东西全部换到西马 那个价钱几乎都可以买一台新车 可能之后大学毕业就不会住这边了 移民到外地 这次凯米带来的雨量 让淹水来得又快又急 连紧急救援财产的时间也是相当的短 来到地下停车场 虽然已经把水抽干 但是留下的污泥 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能力来清理 我这边的状况是 因为我自己有做闸门 那我的闸门有挡住 那这一次因为水压太高 把那个车道的闸门溃停 那直接从地下池这边喷上来 大概到快到胸口这边 当下我水冲上来之后 我只能往楼上跑 那也是等到中午过后水退了 那才下来开始争议 这次高雄本河里也是重灾区之一 虽然这次雨势过大也是一大因素 但是面对未来的极端气候 居民也希望可以好好评估之后的水利规划 你不能说没有一定有 连我们对面的大楼 我们还是很感恩他们 帮我们接了很多水 要不然绝对更高 最大的原因 我们只能说我们就是地势比较低 这个我们没办法 管线处理我是觉得是最必要的 因为那个水要抽出去 不能只是靠那个志宏池装满 你要装满就满了 你要一定要让它抽出去才能继续装 台风过后里迷茫着重建家园 脸上虽然还有带着笑容 但是却散发着满满的苦涩 以后该如何繁范极端的好大雨 可能是高雄未来重要的课题 记者参军高雄报导 开米台风带来的好大雨 造成了古山一路上 一处建岸工地旁边的边坡是崩塌 还好居民及早发现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崩塌使得两户住家 没有办法居住 市府目前协助暂时安顿在饭店 而里长是希望市府 可以多加协助经济困难的住户 为了加固边坡 建筑工地旁堆满了太空包 上方的铁皮屋檐已经倾倒一半 住家已经进不去 古山一路这一处建筑工地 在凯米台风清洗的25号当天 工地旁的边坡崩塌 连带陆积流失 还好居民及早发现 他们班那间 他是4点多他爸起来 然后开水要洗脸 结果没有水就开门看 结果他们家前面就帮了 然后他打带给我们里长 6点10几分 6点大概20分他敲我们家的门 跟我们说探邦 叫我们看下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就对了 到7点都把电话打完了 之后我就过来看 过来看他们也撤离住 刚好两个女儿刚好也撤离住 撤走我们隔壁的 一支4号一支5号他们还在 就这边住户比较安全一点 崩塌当天公务局会同各局处前来勘查 初步认定是建商整地造成编拨裸露 加上豪大雨同时土地所有权人 国有财产署多年未加固编拨 造成这一次事故 将协助拆除危险建物 两户已经认定为危险房屋 后续我们也会协助民众来拆除这个危险建筑物的部分 因为根据建筑法81条 如果有腿废 勤腿的部分 建筑物所有权人必须要去拆除 那这一点公务局政筑会来协助 再来就是编拨保护的问题 因为那涉及到国产署以水保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后续再开会 然后会把这个责任去厘清 然后以及把后续的编拨修物的部分 来做确认筹去施工 居民表示23号建商才刚做完挖沟动作 执意建商没有按照工程顺序施工 才会引发事故 里长则是为居民发声 希望市府能妥善协助成租的两户住户 因为你把水泥地 原本就是有一个阻挡的功能在 那你整个挖掉了 然后你又挖了这条沟 你是不是那个阻挡的地道没有了 所以造成汤邦 就叫汤邦来看 看完之后他有问他说 你们当初要整地说 你们有没有去申请这个加雇 因为这是那个山坡地 你有没有申请加雇 建商是刷放的 他们是从公公婆婆的手 住到现在几十年了 当然他也很不舍 尤其说我可以讲一句说 我们住在山上这边都不是很富裕的 如果不能住的话 我们就协调看要我们的旅民 看要怎么去赔赏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居住的好地方这样 受影响的两户住户目前一户是安置在旅馆 另一户则选择一清 经济状况都不算太好 无家可归 对住户而言更是沉重打击 记者李嘉龙 吴佩山 高雄报道 这次台风因为致灾性的降雨 高雄有多栋的大楼地下室都淹水 但也有的大楼因为装设了防水闸门 而免受淹水之苦 高雄市水力局呼吁民众 可以申请最高4.7万元的防水闸门装设补助金 如果经费用完了 水力局会动用灾害准备金来之印 希望民众踊跃申请 大水灌进大楼的地下室 造成里面的车辆都成了泡水车 这样的惨况让人不禁感叹 如果当时有做防水闸门 或者早一点把闸门架起来 就不会淹得这么惨 可见防水闸门的作用 可以保住或减少这些财务的损失 因为有一些大楼 它本身有装设这个防水闸门 所以在这一次的台风的时候 就避免了这些水淹入地下室 然后这些地下室的财产得以保全 不管财子或者是它的厚度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胜选 因为要确实能够守护到 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这种东西 我们才去做这个规划 高雄市政府率全国之先 从110年就启动补助住宅建制防水闸门 依照车道和大门宽度不等 每户最高可以申请47000元的补助 而因应凯米台风造成惨重的灾情 水利局打算动用灾害预备金来致印 民众不用担心钱用完了会申请不到补助 当然目前已经发生这个淹水事件的灾区的部分 我们会优先来进行这个受理跟审核 那超过原本预算编列的部分 我们还会再持续动用灾害准备金来进行补助 各个大楼或店家的大楼车道宽度 跟这个面宽不一样 那每一户最高可以申请补助到47000元 那各地公所在向公所申请补助申请之后 核准后就可以进行施作 不过防水闸门要做多高 又用什么样的材质比较坚固 这要看所在的区域历年的淹水状况 建议至少90公分 而防水闸门做好了 最重要的是架设的时间点 为了考虑车辆进出而延误架设 反而让大水灌进来变成有庄等于没庄 以我们的高雄市市民建制防水闸门补助计划的建议 是至少要90公分以上 依照现地需求它可以做得这更高一点 有些大楼其实它已经完成防水闸门的装设 而且它有提早做操作 所以也免除这些雨水灌入地下室的风险 是要在下雨之前的话 你就应该预防 那么我也希望我们这些住户也要配合 不要说再把我们的七机车再提放到地下室去 我建议的话至少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 淹水高度的话 至少你要在1米2到1米5 才能够确保我们的一个 不会溺淹的这种状况 因应极端气候 强降雨的机会会越来越高 早点把防水闸门做起来 听到雨声就不用甘心害怕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凯密台风重创高雄 位于三明区的日安地球大楼 终于是将地下二三层的淹水抽出 停车场里面的泡水车也都陆续被拖出 但是因为近期室内的拖掉委托暴增 就传出有业者趁火打劫 一台车拖掉寒价到一万多元 消保官为此全面启动机查 表示如果确认违规 将会开罚五万元以上 两千五百万元以下的罚还 第一台泡水车从地下停车场拖了出来 整台车全都是黄泥 看起来相当的凉倍 凯密台风过境后 这栋灾情严重的大楼 终于将地下二三层的淹水全速抽出 还因为地下室的高度不太够 得出动小型一点的拖车 才有办法将车辆一一的拖出来 下方的状况相当的惨烈 后续整理家园的工作 还需要非常好一阵功夫 这里是三明区的日安地球大楼的地下二楼 因为三楼还在抽水 没有办法下去 现在在二楼 那这里很尴尬是车子全部卡在车牢 所以要脱掉的话会有难度 然后加上这里是弯道 其实卡路就败了 然后整个地下室的天花板都还在滴水 因为这里是完全淹没的状态 已军运转多天的抽水机 也完成任务准备要撤离 市府派出的国军兄弟 以及现场大批的人力 一同协助搬运大型机具 历经的台风的摧残 高雄市内的泡水车也急剧的增加 脱掉的委托也变得相当的多 但就有传出 有业者见烈欣喜 拖一台车竟然高爆到一万多元 趁我打劫的行为也让小把关出面 表示如果漫天喊价超过市定的行情 就会对违规业者开罚 最高可罚到2500万元的罚还 高雄市府也寄出了脱掉辅助方案 最高可以辅助到5000元 台米台风重创高雄 虽然淹水状况已经陆续排除 但后续的家人恢复还需要市府与市民一同合作 记者川军高雄报导 台风造成多处淹水 许多人的燃油机车也成了泡水车 店家就提醒机车淹水只要超过了脚踏板 就有损坏的风险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通电 用手推着机车到车行来检修 店家说着抱歉因为要修的摩托车 早已把店门口都占满 开米台风造成高雄市多处积水 居民一大早发现摩托车发不动 只能迁来车行讨救兵 而燃油摩托车淹水超过脚踏板 就有损坏风险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不要超过脚踏板 因为现在的油桶都坐在脚踏板 如果水进到油箱的话 一样的意思 你的车子就不能有水 你只要一开电门 汽油帮扑一戳洞 油过去水也会跟着过去 过去的话引擎就再见了 台气管到处积水 摩托车光是在禁止状态 只要淹水高度超过排气管 管内就会进水 接下来一通电或是发动 就会造成引擎进水 后续相当麻烦 如果清油箱 这个排气管进水 这个都要拆下来 这个整台车的车口就等于全拆了 对 然后你清一清 你还要抽汽油起来 然后油桶还要洗 洗完还要擦干 然后再加新的汽油 你看那个公尺一台车 大概最快要三个小时左右 摩托车是许多人的代步工具 通电后发现 好像还能骑就勉强上路 但泡水摩托车 就像车子得了癌症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状况 那因为我还可以骑啊 所以老板帮我看一下 如果可以骑的话就代步啊 因为要在小朋友上下 跟他们有鼠修啊 有鼠修班啊也没有办法 对啊 要赶着 其实要赶着今天修好 对啊 泡水车之后 加减都会有后遗症 不管是电路或者是油路加减 因为它里面加加减减都有水 你不可能把它清得很清晰 车行老板表示 燃油摩托车泡水 最标准的就是用手推着车 到车行拆解 才是省下最多时间与金钱的方法 如果不想自己开车骑车 搭公共运输系统也是一个好选择 高雄捷运路网近来可说是越来越齐全 岗山路逐延伸线 黄线 紫线 还有小港陵园线 正在同步进行中 另外跟捷运一起的 还有政府民间合作的联合开发案 捷运局说明 目前是高雄第二波的捷运建设期 希望透过TOD大众运输导向建设 让高雄升级 高雄捷运路网近来成为公共建设焦点 最新的岗山路逐延伸线RK万站通车 总统赖新德也在通车典礼现场表示 期待高雄成为南台湾发展的火车头 不过新的捷运路线也出现部分声音 认为人流量不足的地方没有必要盖捷运 对此高雄市议员张博洋表示 北高继有的居民 加上附近各科技园区的就业人口 未来绝对将有更多人需要RK延伸线 人流量来看待大众运输的建制的话 那我们其实很多地方包含台北捷运 可能有一些比较冷门的线或 这个淡海轻轨可能都应该要收起来 其实我们不会希望高雄市的发展 是东一块西一块 然后大家各自做各自的 我们一定会希望说 它能够透过大众运输的串联 能够把大家串在一起 所以这个红线往北的延伸 其实本来就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高雄目前有好几条捷运线 同步进行规划或建设 例如小港陵园线 黄线 紫线 再加上九个进展中的连开案 高雄市捷运局副局长王正一说明 利用政府民间齐力盖起的连开案大楼 不仅有连接车站与大楼的步行空间 上方可以作为住宅 下方能是商业基地或作为公益用途 对城市捷运长远建设 可以有大量的资源挹注 为了要能够财务能够平衡 我们需要透过联合开发 导入民间资金之后 依照大宗捷运的联合开发法 我们政府主办计划 我们可以在里面 回收到某一些部分的民间投资 这些部分变成了这些所谓的 挹注我们的捷运往后延伸的 这些所谓的裁员 所以这个东西是相当关键 城市发展 商业投资 以及引导民间投资 还有能够争议捷运的 往后续的投资 另外轻轨今年上半年 运量也颇有成效 学者建议有人潮才有生机 透过轨道的建制 先引入人潮 再增加周围的产业量能 观光其实有很多 它是创造需求 我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黄色脚丫没有来 那个地方人就不会聚集这么多 当然是我是建议捷运局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 尝试的跟观光局 做一个我们说合作开发 我们轻轨的 我们说功能性 我们可以透过观光的 这种尝试 来去测试我们的路网串联 是不是恰当 高雄捷运路网密度是越来越高 目前也以TOD 大众运输导向型发展 王振一表示 目前是高雄捷运第二波的建设期 该如何发挥轨道的价值 用轨道来拼经济 也让市民引颈期盼 记得张生命令返飞高雄报道 高雄产业快速发展 各区的空屋比率也是随之消涨变化 左营区的空屋宅数是大幅减少了1089栋 是高雄唯一减少破千栋的行政区 荣登全市冠军 反观台积电插起的南子区 以及辉达鸿海进驻的前镇区 空屋率却是攀升最多 房众业者研判是因为投资客出手 南部科技S郎带逐渐成型 上下有产业群聚 就业人口也跟着迁移 自助租屋需求攀升 位在淡黄区的左营新旧建案成为首选 渔屋逐渐去化带动空屋率下降 在这些议题的加持之下 这是民众通常在散屋或抗屋之前 都会优先往这些地方去看 所以又增加了它的成交量上升 所以近期刚好建商的交屋 还有一些已经居住有五六年左右的屋领 它开始在换屋 也会提升了这个时候的空屋率的上升 同样受惠科技产业发展 前镇南泽两区却是投资资产比例相对较高 有不少替未来就业先行资产的客群 因此自住型的人口还没有进住 空屋比例也相对升高 就是说它新建案多重化区多 所以当时可能刚购入它是资产投资性质的 那可能开始在规划装潢 或者是准备要入住 跟它新屋建好之后 开始在交屋的时间点也会有非常有关系 所以即便是这个时候 可能还是有不少的新建商 它也是在推新的案场 所以交叠之价可能开始有人在装潢居住 使用或者是换屋的 就会带动空屋率这样 对于空屋去化加速高雄市议员黄柏玲表示 代表高雄就业机会增加 有人愿意前来居住 可以带动高雄经济繁荣 形成正循环 而空屋率高 房子闲置没有人住 都市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是否应该关注空屋率较高的区域 那当然就不OK啦 因为你看到很多世界大城市 因为空屋率太高 而造成后来整个都市发展的限制 这样就不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空屋率下降 但是因为就业机会增加 那也因为台湾这两年 因为中美对抗以后 很多就业机会都来到南部高雄 那高雄产业欣欣向荣 很多优质的人力 好的人才都来到高雄 那造成很多房子有人居住 我想这是好事 从每个房子的用电量 就可以看出房子闲置的情形 受惠产业红利 屋主愿意自住或出租转售 让房子有人住 高雄才能够增加人口红利 促进经济繁荣 记者赖长帮高雄报道 高雄知名的购物商城 金银岛是许多高雄人的共同回忆 在2015年歇业之后 场地闲置 去年由知名建商向仲 从台塘手中标下了5000坪的土地 规划为两期建案 第一期建案也已经正式举行了 隆重的启动仪式 建商与开发商联手按下启动键 宣告建案正式开工 为在高雄前镇区凯旋四路 与瑞北街的这整块土地 前身是高雄经营岛购物中心 去年建商从台塘手中 标下5000多坪的土地 将运用其中2000多坪土地 新建第一期建案 包括三栋共1000多坪的住宅大楼 在亚湾区未来有4200的这种 不管是研发设计的人才 或是数位的人才会进驻 那我们一开始规划的时候 就以符合这样人的需求的产品 来做规划 所以我们把产品降成20到38坪 那一个大社区的一个规划 那整个外观就是跟你去新加坡 你到东京 你到你会看到的建筑外观是一桶的 单价的话 我们因为有1100户 所以单价会从最便宜的 5字头50万开始 到比较高的不会超过60万 平均大约在55万左右 建商看好前证区区位置 加上周边交通便捷 亚洲新湾区又有各科技大厂进驻 建案所在地还能串联 亚湾2.0与半导体S廊带 吸引科技世代买房 未来庞大的人流量将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 我们看好亚洲新湾区 之前前几年大家吵的都是 在高雄的北区 因为有桥科 有台积电的进驻 中油也改成台积电了 那在南高雄这里 其实在25年前就喊亚洲新湾区 就喊高雄经贸园区 而这里没有动起来的原因 其实就是产业没有进来 那等这些世界大厂都进来之后 那最近的发展的趋势就会加速 而且速度会很快 而且它是早期没有经过开发 所以现在来开发是会最漂亮的 跟我们的台藤和配合来带动 电影的反应 因为我们说真的 现在我们说这些经济也不是说好 有很多人 我听说这些计划都比较功德 希望可以我们公司 去这些房子 带动电影的反应 还可以增加到很多 我们的职业的机会 我很欢迎 2015年金银岛购物中心结束营业后 场地就闲置 荒废的各项设施 资深文营 藏造成周围居民困扰 建商进驻 翻转了地方之前 窘迫的情况 虽然台糖有来经营布鲁洛股 金银岛之类的 但是还经营的 有一点时机不对 中间荒废了很久 高雄市在地的这几个企业 来我们地方 来建设来发展 我们展开双臂来欢迎 这么优质的一个企业 我相信带动了我们的人口数的成长之外 应该也都是 这个社区是一个高级的社区 应该为我们的 这个在地的水准会提升了很多 尤其是一千多户的居民 两三千户的人口会进驻 这个地区的繁荣可期 第一期总销量预估是200亿 将是高雄最大规模建案 也是南高雄新盛最响亮的礼炮 开幕观成 站 记者李嘉龙 佩珊高雄报道 台风带来了大量的降雨 除了造成市区淹水之外 也让原本枯竭的龙岩猎泉 这个整修完以后 它这个整修好多次了 整修过后 好像还没看到有吸水 以前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 有民众是旅游经过 想要试着下去玩水 但清水阶梯遭杂物阻挡而作罢 本来要去动物园 然后突然想到说这边有那个冷泉 然后想说来看一下 因为这两天下雨 想说应该会有水 然后结果 结果它门关着我 没有办法下去 对 现在这样看起来惹惹的可能 还是会下去啦 可能就不会玩太久 就踩一下水而已 你会想要下去玩 会会会会会 还是会 猎泉这边这个维护是观光局 只要我拍照给他们 他们长官就派公班来处理 清楚 马上来清除掉 由于第三次的整治 拆除猎泉出水口 类似滑水道的设施 因此民众不能再玩水 道士有登山客翻越栏杆 用泳泉清洗鞋底污泥 再加上下方潜水区 是泉水与生活污水混合 过去民众开心玩水的景象不复存在 以前生活污水没有混在一起啦 后来听说改建以后 把它混在一起 能够玩最好啊 以前看到小朋友很高兴啊 在那边玩得不亦乐乎 现在 没有办法 附近居民预估这一次的水量 可以让龙岩猎泉泉泳水至本周末 想要一堵猎泉泉泳水紧致的民众 可得把握时间 记者李嘉隆 佩珊 高雄报导 随着节能减碳的社会观念增强 城市里可说是少不了树木 道路旁众有陆树可以提供遮蔭美化的功效 但是陆树窜根会造成通行不安全 扩大树穴又会缩减人形空间 陆树青岛更是会危害公共安全 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全方位顾及呢 一起来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高雄市爱群国小因为路树窜根 通权步道不平造成行走不安全 而将路树砍除 护树团体认为可以用高架人行道越过树根 或退缩学校围墙增加人行空间来改善 留下树命 但需要工程经费并且提前规划 它有更多一半以上的路段 它是里面有退缩空间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的说 如果当初真的我们有心要保护这个树 我只要退缩我的树穴可能可以坐到三米两米 那我是不是它空间出来 它也不会破坏人行道 民间机构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再来做决定 我想这个可能会更完善 那我想站在里长的角度 还是以人命最优先 那树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而针对其他道路的人行道 市府公务局在改善铺面时 都会以水泥刷毛的方式替代地砖 达到路平的功效 并且将树穴以植栽带的方式扩大 让树根有更好的生长环境 电箱等设施带统一一道一侧 维持通畅的人行空间 一般家都市计划里面分配给人行道 大概只有两米到四米 那一个植栽穴 一个植栽穴又有一点多米 所以说你要如何按照我们的近宽到1.5米 必须做一个调整 所以说我们是延长把它扩大整个植栽穴 让植栽穴能够加大 能够加大 那调整它的整个的停车弯 所以说在人行道的改善 必须要考量行人跟树木的生长 我个人是反对砍树 而且我觉得气候变迁 真的是很需要树 至于树种的部分 也会尽量选择台湾原生种 以及适合的生长环境 和容易管理维护的 减少移树患植和生病倾导的机会 那你风林木当时是为了说 能够是不是一个 能够有一些开花 就是中央分割 但是我们考虑到这么景观大道 像我们的中山中正路 那行说一个林林大道 而且它的宽度又够 所以说我们把风林木患植与斗树 有危险我们当然不会去坚持 但是一堆没有危险的 却因为没有好的制度 它没有办法被保留下来 这才是我们觉得最遗憾的部分 少一个振兴工有那么大 一个月就是800块 一天不到30块 所以这个树种的选择 包括落叶落果石这些 我也是拜托养工处 是不是应该做个调整 因为光都是社区志工在打扫 多种树有利环境生态 但在狭窄的路边种树 随着路数越长越大 势必会影响周遭的环境 把对的树种在对的位置 才能够创造与树共好的城市环境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近来不收现金的民营停车场 是增加了很多 虽然用电子支付是相当方便 但是单一类型的付款方式 真的让每个人都可以适应吗 高雄市交通局说明 针对公有停车场 法规都有规范 需要设置多元性的付款方式 但是私人停车场 目前是无法可管 在市区想要在附近采买个东西 找个平面停车场可以马上解决 但是回来要取车付费时 却发现不收现金怎么办 可能也是寻求电话吧 打电话给客服 我自己没有 但是我有遇到一些帮他 就是我先帮他刷他给我现金这样子 不是找客服帮忙 就是只能找路人的大腿报 最近的停车场好像都不太喜欢吃现金了 许多民营停车场的路口常常摆着 不收现金的大字报 可以直接刷卡不用找零钱 好像方便了许多 但是电子付款的种类也相当的多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应 而且在停车的热点区域 有时候不确定可不可以付款 逼不得已还是得停进去 对 我刚刚有看了一下 无限金是什么意思 我第一次停 我不知道要怎么弄 我第一次来 因为我要在附近上 可是我找了老半天的 越来越多了 而且比较方便 不用带钱这样 我觉得是方便 因为我已经习惯 就是用数位的带扣 他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方便性比较高 但是有些人 我曾经遇到 来缴费 没有办法出去 就帮他带 虽然现在虚拟付款的方式 相当的方便 但是难免还是会遇到 身上无卡可刷的状况 也不是每个人手机 都帮上多项的电子支付 这时候就会遇到 有钱付款 但是无法取车的状况 虽然市府的工友停车场 有法规规范 需要支援多元支付 但是民营的私人停车场 却是无法可管的状况 目前民营的部分 是没有法规规定 工友停车场主要还是 希望他有一些多元支付的 一些缴费方式 包含行动支付 包含第三方支付 还有银行扣款 然后e-tech扣款 然后跟一些LinePay 等等的这些 多元的支付方式 那当然现金的部分 我们也是有要求 业者希望可以他 一样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主要才是 多元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今年私人停车场 消减能力不再收取现金 虽然刷卡离场相当的方便 但是单一类型的付款方式 是否每个人都能适应 全面无现金是否符合人性化 或许还需要驾驶人来验证 记者参军 高雄报导 停车也要慎选停车场 在前镇区瑞竹里内 就有民间的租车业者 疑似霸占附近的空地 不仅造成了停车乱象 还让围停车危害了交通安全 里长还有区长会同交通部门来会看 并且公告规劝业者 阻止围停乱象 白色线框内 不同的车辆一步步停好停满 但这里不是停车场 而是公园的绿地规划区 一旁还有民间的租车业者 疑似霸占空地出租 不仅如此 连人行道以及周边的空地 也几乎停满了招租车 如此夸张行径 已在瑞竹里内行之有年 也让周遭的居民相当头痛 这堆车里面 在这里有时候它还有大火车 要不然它如果车里面开走 它就拿行李来检位 后有行李车 后有火车 你这转角的事件都杂丢丢 所以这都外面来停的 因为外面怎么给人收的 我们不了解 很多里面都早来给我反应很激烈 说李轎 你这你不必要去看看 你这样停到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行李车 人行 要走路都没法走 这实在是太过超过了 由于临近大型建案已经动工 砂石车等大型车辆进出频繁 民众的交通安全已经被关注 而租车业者违停车辆 更是造成视线死角 危害交通安全盛大 也让地方民众几度担心 加一个红绿灯 连行也好 如果车都有这里挖过来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红绿灯 它是不是出现一个死角 它就没有办法看到 就有车辆出来 它就出现一个死角 走过来 当我们小时 有一个视角 它的车都大肩车 跟轎车在那里出门 有时候要走过 会怕到 会怕到 它转去说 视线也不好 我是希望说 因为这停车的人 希望这些过路的人 在当我们的视角 视线尽量看得比较有 车尽量不要停车 这样造成 里面的困扰 为了阻止违停乱象继续发生 里长及区长会同交通部门会刊 划设了红线禁止停车 规划出区域将会取缔开罚 另外也公告规劝业者 不要为了私人的利益 将公共区域 以及公共安全视若无误 一旦造成民众伤害 将会得不偿失 记得张世民高雄报导 在高雄有一间老牌茶行 将贩卖机 还有人力做结合 也就是在贩卖机的 点餐面板前面 确认过品项之后 再用特殊的送餐机 将饮料送到顾客前面 形成了无接触 送餐机的独特风景 走到点餐机 点选想要的饮料 将钱投进去 饮料竟然没有从机器旁掉出来 而是从旁边的特殊送餐机 透过人力将饮料送到顾客面前 形成特殊的景象 店家透露 这样的设计与疫情完全无关 从2016年开始 他们就已经采用这样的 无接触送餐服务 我感觉钱很不干净 我就是 钱还拿钱还洗手 有时候人家很多 还等我们洗手 我去日本去看日本用这样 以前我们不知道 我把我们家去日本设计 现在看这样 他就够想他就想出 想出我来用点餐机 就要用钱了 电餐这些店就在那 施送带是说 我这样在那里做 不用跟客戴这个厨 在那里比较没灰尘 不是在外面灰尘 你在这里过去就比较没灰尘 你比较清晰 注重卫生健康的背后 也反映了这间店的经营理念 坚持使用台湾茶 并且使用冰糖熬制饮品 不额外加糖加水 让每个顾客都能喝到 饮品最原始的味道 赢得许多老顾客的心 很好喝 我已经喝三十几年了 我大概喝三十年有了吧 就有的其他的商品 他喝了越喝越渴 可是也不会要解渴 他们的东西喝了 我们这个常喝的 对身体没有害处 不用等 还有我们台湾的本地 吉花落神都是我们台湾的 然后我们烟肉都是我们台湾的 我先生比较强调我们台湾的东西 我们台湾的品货都比较厉害 我们的品货比较顺 我们的品货比较顺 一杯后到底都是原味 没有说我一瓣都变无比 老茶行的用心经营 让顾客不断回访 横跨好几十年的情感 透过每一杯用心的饮料建构而成 店家的细腻让纯正的好滋味 能够在高雄继续存续 记得逐渐来盘志光高雄报道 接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多云时勤 27到34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 晴时多云 26到34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 晴时多云 27到34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妈祖 晴时多云 26到33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会逼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李凡飞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